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白色的卷博映入眼帘 凤九轻轻拿起卷博 卷博下面还有一样东西 凤九仔细一看 那是一个小铜铃 铜铃上还串着一个黑色的箭头 凤九将那铜铃拿起握在手中 猛地一下 凤九的头部一阵抽痛 他双肘撑在桌上 紧紧摁住自己的太阳穴 脑中又开始了闪回 这铜铃看过熟悉 甚至连铜铃上的气味 都在撞击着他的心脏 模糊的画面一闪而过 这铜铃在哪里见过 嗡嗡的噪音混乱地在脑中适应实现 一阵一阵地刺痛他 脑中出现断断续续说话的声音 久而受这一件事心甘情愿的 不求任何赏赐 模糊的画面感觉遥不可及 这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 正 生生世世都不会负你 朦胧的声音闪现 他是谁 陈是情愿 陈是静 凤九无法理清发生了什么 但是心 真的好痛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就要想起来了 可是 一阵强烈的刺痛 让他捂住脑袋闷哼一声 不行 快支撑不住了 凤九痛苦地在桌边挣扎了一下 猛地扔下铜铃 捂住疼痛难忍的脑袋 他转身跑了出去 一路狂奔 似乎只有奔跑可以减轻他的疼痛 凤九就这样慌不择路地一直跑到了近湖边 实在跑不动了 他亮亮呛呛地走向一边扶着一棵桃树 大口地喘着气 花了一点时间 他让自己慢慢平复下来 顺着树干 他坐到树下 刚才脑子里的声音确实是自己的 凤九可以肯定 但是那些话语却又是那样的陌生 好像是另一个人在用他的声音说话 他在跟谁说话 那是一个很模糊的身影 他想不起来了 凤九抬手拍拍自己的脑袋 这时才发现 那张卷博还在他手上紧紧攥着 这是一张不太大的卷博 被他揉成一团 凤九慢慢将卷博展开 那上面的字 凤九认识 那是他自己的字 这是他自己写的卷博 稳稳心神 凤九双手摊着卷博仔细地读起来 只读了几句 凤九便耐不住痛心 捂着嘴轻声抽气 眼泪滴在卷博上 和卷博上已经干掉的泪水混在一起 仔细地看完卷博 凤九不知所措的一阵慌乱 他该怎么办 凤九双臂还住自己的肩膀 他需要一个衣套 他好乱 东华 他需要东华 凤九使劲而站起来 往前跑了两步 飞升而去 九重天的太成功 东华站在书房门口 满脸愁容地看着外面 这是第二次了 凤九在宫门外徘徊迟迟不进来 上一次他这样是IT临风送信 那一次 他告诉他 他忘了一个人 那今天呢 他这样愁愁不定是为了什么 因为想起了一个人 东华有些心慌 但是和上次一样 他选择等待 等他自己进来 私命走到书房门口 向东华弯腰失礼 那意思是请示东华 是否需要他出去把凤九带进来 东华看他一眼 摇摇头 挥手让他退下 私命令人 汗手退了出去 东华就这样直直地站在那里等着 等了半晌 凤九低着头 颓败地慢慢走了进来 一直走到书房门口 东华没忍住 急步冲到他的跟前 拉住他的手臂 低头沉身换到凤九 凤九抬头看他一眼 眼神中只有简单的痛苦 没有其他 这让东华有些意外 他疑惑地看着他 凤九抽气着泪流满面 搂住他的腰 埋在他怀里闷声说到 东华 我该怎么办 东华揉着他的头发 颤动了一下眉眼 轻轻地回道别哭 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何事 凤九从他怀里抬起头 擦了一下自己的泪水 带着浓浓的哭腔说道 林峰给了我落雨的药 可以帮我回复记忆的解药 但是只能在我记忆 被唤醒的时候服用才有效 所以我在狐狸洞里 扔一些和过去有关的物件 看能不能帮自己唤醒记忆 然后 凤九又开始抽气 东华轻浮他的泪水 问到然后什么 你找到了什么 一个同龄 还穿着一个箭头 东华神情一致 身体一紧 扶在凤九脸上的手 也突然停止了动作 凤九低头流着泪 没有注意到东华的失常 他抬起自己的手 将卷博递到东华面前 还有这张卷博 这应该是我自己写的 东华暗暗吻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看着他手中的卷博 轻轻接过来 然后拉着凤九坐到书房中间的软榻上 凤九坐定 擦干眼泪 拉住东华的手臂 示意他看看那卷博 东华看他一眼 深吸一口气 然后展开卷博仔细地读起来 该怎样形容现在的心情 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此时的伤痛 该跟谁说呢 要这样生生地将你忘记 你信我吗 其实做不到 却必须去做 你我之间没有缘分吗 却为何要有那日相遇 那日临终已遇 我便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分开的每一天 就是这不得了的喜欢 快要将我压垮 你说你我无缘 你说我做的一切在你眼里不过是儿戏 可是我却相信你 你伤我 拒我 推开我 这些都非你真心对吗 你心里也苦得对吗 你也不愿得对吗 那日你说 去凡间历劫 就是为了成全我一次 更是为了成全你自己 你可知 这句话支撑了我多少个夜晚 多少个白天 怎么能将你忘记 即便是这样无法言说的痛苦 我也不想忘记 只要不忘记 你就一直在我心里 这心就是满的 把你忘了 心就空了 这样的心 还要来做什么呢 我能为你做的不多了 只能留下这点残念 如果日后还有哪怕一丝丝的可能 帮我想起来吧 执念也好 吃啥也罢 只愿你我之间 一切只如初见 未曾相忘 还有来日方长 凤九注视着他 东华拼命压抑着自己 他不想在凤九面前表现出痛苦 将倦博紧紧钻住 他拉过凤九搂进怀里 他搂得很紧 他好想跟他说 他的伤痛他都感同身受 这些伤痛都是他带给他的 曾经他错得那么离谱 而现在他又得到的这么轻易 有始至终 真正该受惩罚的那个人 是他才对 为什么 却最后伤了他 哪怕失去记忆 他还在受这些苦 凤九在他怀里舒服的蹭蹭 吸吸鼻子让自己冷静 然后悠悠地开口到东华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本来 我不想再找回过去的记忆 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可是 这卷博 这是我自己亲手写的卷博 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要求我 要求已经忘记一切的 我将过去找回来 无论多么痛苦 也不要忘记他 这才是我写这卷博的目的是吗 为什么 既然那么痛苦 为何还一定要想起他 东华颤抖着双手 紧闭双眼 咬着后牙强人满腔的悲痛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该怎么告诉他 现在对他万般宠溺的是他 而当初一次次将他推出去 冷言冷语伤害他的 也是他 是他太自私了 以为凤九忘记了一切 他们可以重新来过 当初的那些伤害 就可以以比勾销再也不提了 他可以用这偷来的时光 重塑他的记忆 可以在凤九的心里 诚心定义东华帝君 多好啊 现在的他 是他最爱的人 他有危难他会救他 他想散心他会陪他 他值得信任 可以依靠 对他一心一意 宠他 爱他 呵护他 就是不会伤害他 呵 在心里一阵冷笑 东华紧闭的眉眼间全是讽刺 原来在前岸面前 他东华帝君也不过如此而已 他无法简单的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能继续捆绑他的记忆 尽管那记忆带给他的 无非是痛苦而已 重重的呼出一口气 东华睁开双眼 将凤九拉出自己的怀抱 整理一下思绪 非常正式的对他说到凤九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